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今天继续学习Rios敏捷开发方垂直网站 今天是我们的第六节课 主要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完成我们的一个网站商城首页的一个开发 那么虽然我们以前已经做过 但是我们这节课主要会给大家去介绍我们Rios对于仕途界面上面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主要是Rios Assets Assets就是一个静态资源的一个意思 那么Rios Assets的一个管理主要是分成了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就是去连接和压缩我们的一个静态资源 那么连接压缩的概念就是去把所有用到的CSS JS文件 那么分别去连接成为一个JSS JS文件 然后压缩就是去去除我们的一个空白幅 那么减小我们整个文件静态资源文件的一个大小 那么去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渲染速度 还有节省我们的一个带宽 那么对于预处理呢 当然是就是像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编译一些SaaS CovieScript等等这样的一些集成工作 这块的话因为我们这主要会讲Rios的一些后端知识 这一块我们可能会稍微的忽略一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单独去学习这样一些SaaS CovieScript等等 然后的话 assets的话它还可以提供了我们多种的一些helper的几些简化页面的一些编写方式 比如说我们 当然这个主要是通过我们的Path 也就是我们的assets的一个访问路径 那么去做的一个简化 这块我们也会再会会提到最后一块的话会去它会去区分我们的一个生产环境 还有我们的一个这里写错不是开发环境是产品 产品环境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连接压缩也好 它会在产品环境里面去做 因为在开发环境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些样式代码 还有我们的一些JS文件等等 好这个Square Assets的一个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另一块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就是我们的rails layout 那么layout的话 它主要是就是去给我们的界面提供一个模板的布局 那么来去简化我们整个的这一个页面的一个结构 然后的话会去提供一个统一的assets的管理方案 这块我们一块会去讲解到 然后会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去学习我们的 与layout与contract之间的一个交互 最后的话会有我们两个一个关键字yield的一个用法 还有我们关键的content for的一个用法 好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代码课程 先把我们的代码打开 我们先把服务器抛弃吧 来这个应该是做好的 首先gameset 设置成功 好的 OK 启动的浏览器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这里我们发了一个错误 顺便给大家去讲一下 my cycle error access defined user root no cost user password no 那么就说我们这一个 Rios连接数据库错误 刚好给大家去讲到这里有一个database 要没有可以看到 这也是root 但是我们现在的密码已经换掉了 这个地方就把密码填上去就可以了 再来试一下 好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 刚刚说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链接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的话 我们的首页其实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的首页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的 那么我们就会从asset 就会从我们的layout 给大家去开始讲解 好 首先的话我们还是会去 首先我们去看我们的路由 好 这里root root的话是到welcomeindex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welcomeindex 做了什么事情 welcomeindex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welcomeindex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那么根据Rios的规则的话 那么它会直接去匹配我们的index的这一个页面 welcomeindexhtm 好 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给它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一下 先不用格式化 先带领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一个DIV开头的 然后最后是一个DIV结尾的 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段html代码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HTML代码在哪个地方 是在applicationcontroller里面会去做第一 controller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默认的话会有一个layout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pplication html alb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直接把这一个 嗯 放在了这个地方 我们的body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一段 这一个 嗯 layout 文件也是我们的application 这一个模板文件的话 其实代码并不长 但是的话 它总共页面渲染出来会有这么多东西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把我们的 嗯 layout这一块给大家讲掉 也有的关键字 这里 yield的用法呢 我们这个地方给大家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一段注释掉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哎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所有呃 这个整个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 它就只有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模板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layout的一个 最最基本的一个使用 那么它会去把我们这一个页面所需要的东西 给它通过呃 放在我们的这一个layout里面 而不会去在 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个 比如说在其他的地方 那么它就会去 会去做一个复用 那么layout的目的 yield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那么就是去 我们再来刷新一次 那么其实它就会把所有的index的这一些所有的代码 那么给复制过来 也比较复制过来 就是说我们它会最后给它放过来 会放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yield的一个用法 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方式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index页面的话就变得更加的简洁 那么就直接是一段最核心的一个代码就可以了 而不用去把所有的东西再复制一遍 因为一旦复制的话 大家都知道 那么就会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 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可以简化我们的页面的一个结构 开发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另一个知识点 content for 好的 我们content for 我们来举给大家去举一个例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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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嗯 嗯 我们刚刚的话是给大家去剪演示的我们的一个yield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演示一个yield for 那么会是什么东西 yield 比如说叫js 好 那么大家可以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页面 yield 它的js并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一个页面 我们刚刚已经给它 我下来给它格式化掉了 嗯 content for js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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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一点 ok 那么 tony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页面 哎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有hello tony了 那么 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会把这一块content for 这个是我们的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的js的一个名字 那么会去替换掉这个地方 会替换掉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目的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的代码给它分块分块来写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我们的一个yield的话 只是在这个地方 只是在这里有 它是一个全局性的东西 它会去把这个整个页面的东西都会替换在这个地方来 但是我们在通过content for的话 通过yield for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们进行一个分开 我们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每个页面需要的js不一样 或者是有一些切粗的写法 那么可以完全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我们再来再来看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换一个名字吧 比如说没有这个名字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这边当然是现在是可能没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然后的话如果我们加上去的话 加上去的话 那么它就会把这一块的一个代码 会去渲染到我们的js这个地方来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content for的一个用法 大家知道它有它有什么目的 它有什么用法 那么它通常来说的话 会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写js 然后这边的话会去写我们这一个页面本身的一个 你的一些脚本 主要是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页面给它切分块 给分开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yield的关键字的两个用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在于content了的一个交付 嗯 先返回一下 content了的一个交付 首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在实现的一个效果 是 点击登录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session6的这样一个登录页面 然后这个登录页面 现在跟我们这个整体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看到它它整体的就没用这一个风格的 呃 模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嗯 contruder 好 这里方大家可以看到layout有一个force 那么layout有一个force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用不去写不用任何的呃 布局模板来去做我们的一个基调的一个模板去做一个渲染 我们来看一下 论坛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呃 session6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我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html页面 而不是我们刚刚的一个一个代码片段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一个呃 去指定一下它使用哪一个模板或者是不使用模板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再继续把这一个呃 给复制一下 那我们再再来放一个模板 模板是放在这里下面的一个layout layout下面可以新建 比如说我们叫login.erb 就是一个呃 文本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再去 sessioncontroller里面去指定layout 指定我们的login 这边指定login之后 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哎好 这一块呃 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个layout 就已经给大家去讲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简单去看一下reelsassets reelsassets的话我们刚刚说了 嗯 它是有一个呃 呃 编译 然后有一个连接 那我们单单 但是它必须要在生产环境 在那个产品环境下面才可以用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个呃用法 那是什么东西呢 呃 我们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 首先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文件给复制出来 放这个assets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目录的结构是assets下面 会有inmages js 然后css 我们放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会在呃 这一个 我们会在我们的模板文件里面去 直接通过assets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直接去 把它的这一个js 给取消掉了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路径 取消掉了 而那么他们这个通过sets的话 它会自动去帮助我们 我知道你是css 那么我就会去去在那个 目录的下面去找 如果js的话 那么就可以直接去在这个目录下面找 所以说它的直接就会去 它的目录结构 就会变成了一个这个样子assets 然后的话 对于 对于csstyle的话 也是 呃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link 啊 link这个地方我们 嗯 是没有 是没有去做 这个处理 我们来把它这个 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把link 我们把这两个确定 试试一下 好 保存一下 直接保存到这个地方吧 到mission assets style 嗯 就叫这一个 好的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把这一块给取消掉 就叫assets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样会 会不会 会不会有变化 好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 呃 就就上面这一块就已经 样式就已经出错了 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加这个s 因为他已经自能化了 知道你sets的话 他一定会去找这个 再试一下 好 这我们已经刷新出来了 可以看到样式是一样的 那么 呃 我们的这个assets的一个目录 结构 就给大家去讲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这一个集成sars coffee script的话 刚刚其实大家也应该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地方有有sus 有sus的东西 然后也有cs的东西 他们也都可以完整的结合起来 然后coffee里面的话 也是我们可以直接去引用的 嗯 JS 那么也也也是可以直接去引用的 一个C型点coffee 那么他也是可以完整的集成起来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对于下一次这个生产环境 跟我们产品环境的话 可能需要消耗一点时间 我们下一节课的话 再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谢谢大家